劉心悠 劉心悠以升級愛心大使身份 去到跑馬地馬場 宣傳世界心臟日2018 和超過3,000位在場人士 一起環繞跑馬地馬場外圍 步行一圈 講到心臟的健康 心悠都很有經歷 試過不夠份 開工不夠份 做一些比較激烈的跑步 心裡會有點不舒服 感覺好像無法呼吸 不過心悠向來也有做開運動 除了跑步和打網球之外 最近還開始練習芭蕾舞 這陣子 接下來跟香港芭蕾舞團 會有一個Cross Over合作 12月會有一個Nut Cracker的芭蕾舞劇 會上場 我會跟他們Cross Over第一場 本人非常緊張 因為沒試過在台上跳舞 好像一個ballerina 這樣跳舞 所以這陣子就很專注於 自己的飲食和睡眠 最主要的是Leg Work 拉筋、一字馬、踢腿 這些每天都要做 這個原來是心悠小時候的夢想 我很小時候就已經夢想自己 有一天可以站在一個Center Stage 然後穿著很漂亮的芭蕾舞衣 跟著跟其他舞者一起跳芭蕾舞 這個是真是叫心上市未成的 所以很開心 所以很開心